不要以為我現在KTV裡面 其實台中有業者發揮巧思 把自住洗衣店跟KTV結合在一起 讓民眾來這邊洗衣服 也不會感到無聊 我第一次看到我說 竟然還有卡OK跟洗衣店一起合作的 尺度要很高 尺度要很高 你會想試試嗎 我有點害怕 會啊 就是等衣服再洗的時候 順便就唱一首歌 好像還不錯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看到 自住洗衣店裡面 竟然也可以高歌一曲 台中公園附近這一間 24小時投幣式洗衣店 半年前才新開幕 主打十元歡唱自住洗衣 之前說會放著就走 不然就是在這邊 也不知道幹嘛一直滑手機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想法 因為洗衣服烘衣服 至少都要30分鐘起跳 多數人都會選擇先回家等 時間到了再去拿 也有人覺得來回折騰麻煩 就會待在裡頭坐著等 多了一個卡拉OK打發時間 不怕等待時間會無聊 甚至還有民眾並不是要來洗衣服 而是特別來練歌的 大哥換好零錢帶著孩子來打發時間 整個投幣洗衣店瞬間變成了練歌房 畫面相當新奇有趣 而實際詢問自住洗衣店的業者 低調透露平均一天卡拉OK的機台 點播次數會有30首 收入大約是300元 不過業者表示會設置卡拉OK 其實只是覺得有趣 並沒有想要盈利 重新結合也意外引發討論 TVBS新聞蘇太影 蔡影台中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